大家好 今天小猪佩奇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他来到了面包餐的面包店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面包 有果酱爷爷的 还有面包超人的 小猪佩奇看了看 他选择了这个粉红色的面包 让我们用夹子把面包夹起来 这个面包的眼睛是两个红心 然后鼻子还有酒窝是红色的点点 好像是樱桃 让我们来选第二个面包 这个粉红色的面包看上去挺好吃的 他的两个酒窝好像是两个樱桃 然后他还有两个辫子 看起来好可爱呀 让我们把面包放到烤炉里面烤一会 烤好了让我来看一下 好神奇啊 里面有个面包 变成了一个绿色的变形蛋 这是什么变形蛋呢 让我们来变形一下 这好像是一只绿色的恐龙 它的背上有红色的甲板 然后有长长的尾巴 这是什么恐龙呢 你们知道吗 另一个面包烤好了 小猪佩奇来尝一下 好厉害呀 小猪佩奇一口就把面包吃下去了 熊大也来到了面包超人的面包屋 他会买到什么样的面包呢 熊大喜欢吃巧克力 他选择了这个巧克力包 还有这一个 上面红色的好像是番茄酱 叫我们用夹子把面包夹起来 那这个巧克力包上面粉红色的地方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面包上面有很多红色的番茄酱 还有这些黄色的好像是鸡蛋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哦 让我们放到烤炉里面烤一会儿吧 好香啊 熊大的面包烤好了 诶 这里面刚才很多番茄酱的面包 变成了一个蓝色的变形蛋 这是什么变形蛋呢 让我们变形来看一下 这好像也是一只恐龙 它的头上有三个角 然后脖子的地方 有一个大大的护甲 然后嘴的形状有点像是鸟的形状 像一个弯钩 另外一个面包也烤好了 这是熊大的最爱 熊大的胃口好大呀 它一口就把巧克力包吃掉了 吃完了美味的面包 它又回家找熊儿一起玩耍 小猪佩奇 骑着刚才的恐龙准备回家 这时候突然传出了一只霸王龙 佩奇和恐龙都受到了惊吓 霸王龙冲了上来 它把小猪佩奇撞到了 这时候恐龙为了保护小猪佩奇 变成了巨大的恐龙 它跑到小猪佩奇的身边 想来保护小猪佩奇 可是凶狠的霸王龙咬住恐龙的脖子 把它甩到一边 救命啊救命啊 小猪佩奇一个劲的喊救命 听到小猪佩奇的救命声 超级飞侠赶过来进圆 超级飞侠把恐龙撞开了 佩奇不要怕 我是来救你的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变形弹 它会帮我们击倒霸王龙的 放心吧 这时候霸王龙又来准备进攻了 变形弹变成了巨大的奥特曼 奥特曼发动攻击 一拳把恐龙打倒了 原来霸王龙是由一个变形弹变成的 奥特曼一脚把变形弹踢飞了 谢谢你奥特曼 把我们打倒了霸王龙 说完 超级飞侠和奥特曼就离开了 谢谢你恐龙 刚才帮我抵挡住了霸王龙的进攻 我带你回去见我的弟弟 他一定很喜欢你 熊大骑在他的变形恐龙身上 准备回家 这时候 突然传出来了一只更大的霸王龙 天啊 这只霸王龙好大呀 熊大被吓坏了 摔到了地上 熊大跑到了恐龙的背后 熊大的恐龙看到霸王龙又来伤害熊大 他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恐龙 凶猛的霸王龙发动进攻 不好了 熊大的恐龙也被打倒了 救命啊救命啊 听到熊大的救命声 超级飞侠酷飞 赶来救援 他把恐龙撞飞了 不用怕熊大 我是来救你的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变形弹 他会帮我们一起打败霸王龙 特怕的霸王龙又准备进攻了 诶这是什么 霸王龙抬头一看 被吓坏了 原来是迪迦特曼 迪迦特曼又来打恐龙了 跆拳把霸王龙打倒了 迪迦特曼好厉害啊 原来这只霸王龙 也是一个变死弹变成的 恐龙已经被我打倒了 你们可以放心了 谢谢你 迪迦奥特曼 帮我们打倒了霸王龙 说完 枯飞和奥特曼就离开了 谢谢你恐龙 刚才为我抵挡住了霸王龙的进攻 今天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赞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